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完他做东西 发现还是不要去啦 有点贵是 没有 不是 我的dream school 来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 before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现在这边不是有打叉跟go的 这个就是yes or no 的环节啦 OK 那各位 你们就是必须要老实的回答 我们观众真的是想要听真心话 OK 好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咯 请问 可以去NZ留学 家里一定要很有钱吗 yes or no OK 等一下 你不可以这样子跟女生呢 OK OK 来 两位都举了go跟x 来解释一下Celine 因为我身边认识到很多是under政府奖学金去留学的 假如private的呢 大家选择NZ的原因是 相对所有英语系国家里面 它是没有那么贵的 它会比Australia还要再便宜一点 OK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多国家里面有像流美的国家啦 流英啦 Australia等等 为什么最后你们选择到NZ的 嗯 我是本身觉得NZ比较chill 比较chill 比较chill 比较过的 你喜欢chill一点 chill一点 怎样chill法咧 就 比较relax啊 Australia比较chill 比较chill 就 你可能觉得pacing比较快啊 pacing比较快 NZ的话可能比较像 乙宝 乙宝就比较chill一点 chill一点 有这种感觉吗 对 我很赞成 你教过吗 OK 它会真的蛮像乙宝 然后 乙宝 就是因为我那个地方呢 人也很少很少 OK 所以它就是大家是比较慢节奏生活 就没有城市live的那种感觉 哦 乙 OK 我一直很好奇 你现在完全去把乙宝的画面放在我脑里面了 OK 好那我想问第二道问题就是 请问呢 NZ生活会不会很无聊很闷 很早睡 就是很早睡了 然后完全没有夜生活 像你跟我讲嘛 就是没有人的 就是很大嘛 是吗 yes or no 哦 哎 两位都是举叉哦 OK 来解释一下 他们还是 假如单说夜生活呢 他们的夜生活比较多 不像是我们会去city 或者我们会去灯红酒绿的地方 他们就会比较在朋友家聚会 然后可以到很晚 或者说他们会很impromptu 就是我们经常会开车 就是去某个地方看夜景啊 看海啊 就很就是他们的夜生活是比较 跟我们所知道的会不一样啦 但是还是蛮有趣的 OK Damien 我的话 因为我是在奥克兰CBD 所以 其实跟这里是没有什么分别啦 分别就是可能人比较少 夜生活还是有的 像 比如说可能 party啊 这些 house party有吗 house party也有 自己有organize过吗 我的house mat有吧 我本身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是可以跟卫成年讲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要很 我们这里很奥克兰的 我们什么都讲的 嗯 我们南岛呢 就可能没有这样的城市啦 所以就我们学校每个礼拜四晚上 就会举办学校的club 参加的是只可以拿学生证去参加 所以就是蛮安全啦 但是也是蛮好玩的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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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他们他们呢 就是夜生活会开始的很早很早 八点钟就有人去排队 排队就拿学生证进去 然后也是有个DJ在上面 然后大家就在下面 很兴奋一团乱这样子 就有点像蹦迪这样子吧 蹦迪就相对比较健康 健康一点的蹦迪 啊 还相对比较健康 因为 你现在呢就是可能讲 除非你表达有意思 对方才会这样 但是其实 你拒绝的话 大家都会很尊重你啊 而且大家都是大学生 所以你有被打散过吗 妈妈 OKOK 你可以 你可以老师有吗 没有 没有 你咧 你在那边交往过吗 没有没有 但是 我那里也是有这样的文化 但是那边 我那边通常都会有节奏 就他们可能几个月就有一次节奏 在一个公园就开一个节奏 节奏就是请了大明星过来的 那样的 不是大明星啦 可能我不认识吧 就是本地的那些band啊 OKOK 蛮长的 我们的节奏呢 是很family friendly的 就是它很像是烟花节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会家庭哦 好健康哦 啊 是 我确定吗 你刚刚上一段 不是这样是因为妈妈在现场的关系吗 不是 但是Cly Church 比较是家庭比较多的地方 啊 是有学生生活 但是它 不会到 呃 它不会到太学生生活啦 还是很多是家庭适合的活动啦 这样子 OK 好来我接下来去问 那请问 如果英文不太好 是不是不可以去NZ读书 就是yes or no OK 两位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可是默契到现在是 是有的 所以两位都是单身吗 哈哈哈 OK 然后继续回答继续回答 英文重不重要 就是我英文不好 可以不要去NZ 呃 我是有看过完全不会英文的人 也在那里读书 所以 是没有问题的 比方说 比方说 那边的中国人比例很多 其实 就是你随便丢一个石头 都是中国人 OK 所以都讲华语的意思吗 呃 大多数 but then yeah 可是如果你想要 就是练习你自己的英文口语 也是有方法 是是 其实你只需要basic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来很deep的英文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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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方法 是懂大部分的 OK 所以我们其实不会太大问题 嗯 好 还好我们是在YouTube播出啊 哈哈哈 OK 那请问就是 如果去NZ读书的话 要打工 是不是只能采苹果啊 你没有打工的经验吗 在那边 有 OK 就是他很多工可以打 什么不只是 我的stereotype 就是 采kivi 采苹果 采cherry tomato 是不是 一般学生是采不到苹果 因为你要上课 哦 然后采苹果的地方 会比较偏远的郊外 所以呢 大部分人就直接去那边 闭关两个月 然后就在那边 就 可能多数是葡萄啊 Cherry啊 Kivi啊 苹果是相对比较累的 哇呦 分别 OKOK 来 其实在我那里 我没有听说过采苹果啦 都是在Malensia 听过吧 对对 我那里没有 就是很普通的工啊 cleaner waiter 谢谢啊 OK 所以你没有打过工啊 在那边 我没有 我没有 因为有钱宅 来 Cherryne 有打工吗 我有 来讲一下打工经验 我第一个找是 Malaysian的restaurants 这样子 透过朋友介绍 因为在纽西兰呢 找工作很靠 也蛮靠人脉 蛮多东西 她不会去public 去告诉全部人这样子 她就是透过朋友介绍 然后后来就跟大学的图书馆打工 然后自己也有做tutoring 所以 其实 赚很多吧 还 还好 那个时候时薪是多少 如果是 tutoring tutoring的话不跟时薪 就是多数会比时薪再高一点 时薪多少 时薪呢是20 到我的时候是 去年还是20 马币是多少 马币是乘 大概2.8到3 60块 一个小时 那如果你刚刚讲 还有去打什么工啊 就是 做餐厅 餐厅 餐厅也是20块 20块 时薪 对 其实如果你打工 然后你cover你的生活费 是完全cover到的 可以 可以 好来还有一题就是 打工时薪问到了 那最后一题啦 请问外国的文凭 是比本地的文凭吃香吗 如果从纽西兰回来 回到马来西亚 找工是容易100倍的 yes or no 终于又不一样了 OK来 我们先从Celine开始咯 我觉得并没有100倍这样的 这样的夸张啦 而且纽西兰的大学在马来西亚 也不是特别的出名 不像英国很多大学 也比较出名啦 所以我不觉得会比较有优势 除非你是说 好像我们做教育 可能说你要去 说英文的学校 教书还是什么 你有英文优势 可能是会相对好一点这样 OK 来一举两个 大 跟勾 也没有这么好 但会有一点点帮助 有加分是不是 来分享一下 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经验啦 我的经验就apply不到 因为我是bonded的 我的朋友他们 so far 我看到苏西兰回来的 他们都有工 而且都是在比较大的公司啊 都是那些 一apply 像public bank啊 这样大公司啊 所以 因为filter 就是HR在做filter的时候 也会看 你是从哪里回来 然后什么学校 这样子 所以这种故事听得太多了啦 就 喝羊水 喝羊水 知道啦 知道啦 而且 反而赛呢 ok 大学毕竟是马来西亚人 一听就知道 对 对 所以 纽西兰第一的大学 而且那个时候我去Savago 好像可以带伴侣过去 是不是 如果拿到scholarship的话 哎呀 你单身没有关系啦 哈哈哈 天 ok 来 我们 ok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各位 在听到这个节目呢 我相信多多少都有一个picture了 对于这个纽西兰留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开了一个telegram给大家 里面呢 也帮大家整理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纽西兰 呃 新西兰里面读书留学的话呢 这一边有一些 讲学金的资料啊 什么学校比较好 性价比怎么样 需要准备多少钱过去啊 等等 比较多的infographic呢 也会陆陆续续po在我们telegram里面 所以如果我同学有兴趣的话呢 点击我们这个description 下面的链接 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telegram啊 我们在里面聊更多 这边有个好消息哦 跟你说 那NZ这一边呢 已经开放边界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将来呢 想要到NZ去读书留学的话呢 这边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就在8月27号跟28号 在sunware convention center那边 有一场the star的education fair 而且呢 里头有6间 来自NZ大学的代表 在那边跟所有朋友 解答任何的疑惑 所以有幸运的同学 赶快过去吧 那接下去呢 好 再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这个 好 新西兰留学的这个东西啦 请问就是 留学的环境 会不会相对来讲 比Malaysia比较轻松 嗯 诶 为什么 会 我之前是在Taylor's college 读书 就会感觉好像 passing很快啊 比较stress啊 NZ他们的culture 可能不太一样 chill很多 chill很多 老师是不理你的吗 呃 不一样的 那边的老师和我们这里也是不一样 这里的老师可能他会来 要求你一定要上课 不可以玩电话啊 比如说 啊 考试要考 那里的他就好像 我来这里给你lectures 这就是我的功 有没有听不搞我的事 Malaysia比较像是Guru Discipline 这样子 那边就是像这种辅导老师啊 是吗 比较爱心一点的是吗 就可能他们是 他们是 他们不会 因为我之前我是 也是在马来西亚读A-Level 呃 可能是那边就不会用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你的成绩好报 你上课有没有停课来去 来去判断 判断你这样子 然后老师呢 只要你问问题 他都很愿意花他额外的时间 再来帮你回答 然后你可能跟他 再要求你要zoom session 还是什么 他们都会很乐意这样子 嗯 而且我有听说过里面 尤其在新西兰的时候呢 就是 这一个学生会是很强大的 而且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会在里面 是不是 嗯 要讲一下吗 这个可能我可以分享 你是学生会会长吗 是 哇 哎呦 各位 一定要假咯 我们把学生会会长 都把它放进去里面了 转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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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照顾 对对对对 像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 club 我们会来 一开始我们会 organize 几个 神明的啦 给那些新来的 叫他们去哪里买东西啊 怎么生活啊 啊 啊 我们会有这样的东西 哦 即使那些还没有去西兰读书的人 你也可以去请问我们的 club 我们也会跟你说 啊 你 啊 这样子类的东西啦 哎 像我们这些学生哦 抓了我们台的公园会 有一些疑惑 你们的 club 的人 也是可以帮我们解答的 是不是 是可以 是可以的 是不是 那你呢 你有Joyce学生会吗 我有 Joyce学生会是不是要给会费的 不是会长 你是副会长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会长夫人 我也不是 OK 离得很远 我们可能是也收得很便宜 然后主要的收入也不是学员的会 那些人的会费啊 然后因为马来西亚人呢 在纽西兰人的 之中的名誉是相对算不错 然后 然后就是一听到马来西亚人 大家都会 哦 蛮开心这样子 而且马来西亚食物都会很好吃 所以我们办的活动呢 就不只会有马来西亚人来参加 哇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 branding 在纽西兰做得很好啊 是很好的 就是 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 club 通常很多中国人 香港人台湾人都会参加的 真的假的 就我那时候 我是President的时候 我的Comedy也有香港人啊 台湾人啊 原因是什么 他们觉得 马来西亚东西很好吃 嗯 也比较喜欢我们的文化 他觉得我们很便利 OK 好了 我们就去问下去 你在就是 纽西兰读书的时候呢 有没有发生过 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有趣的事情等等的 纽西兰人的口音是 很特别的 怎么说 可以模仿一句吗 他们 Sweet ass Sweet ass Sweet ass是什么 就是 Sweet ass 是睡的意思吗 有点像酷 这样子 就是很像他讲 OK还是什么 他叫Sweet ass Sweet ass Sweet ass OK 然后我们会说 就是like This is me 这样子 This is me Mean就是好 其实是很好 很酷的意思 但是我们用mean mean是在英文来说 其实很坏这样子 但是他可能这个好到很 特别 This is me 这样子啊 所以如果讲This is me 大家知道你 你是从纽西兰回来的 对 只有纽西兰会用这个字 我现在看地区吧 看地区 看地区 你有听过这个是不是 我就没有听过 OK 没事没事没事 来 是不是那边 听说啦 就是那边的人不爱洗澡 是吗 要解释 还是你自己也不爱洗澡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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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比较马来西兰 可能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吧 马来西兰人真的很爱洗澡 是真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环境 我们一定要洗澡 早上洗 下巴回来洗一次 这样子 我都可以洗到三次的 他们可以两三天不洗头 然后 怎么办 就是大家都这样啊 其实而且那边相对环境来说 比较干燥 所以不太会像我们这样子出汗 就不会太发臭 OK 所以你有试过几天没有洗吗 冬天的时候会可能一天 考试之前没有洗 对 但是真的不会有味道 是真的不会有味道 哇 我想挑战一下 你有洗过 我从来不做这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你扣分了 对不起 他回来美学过后有洗啦 好 纽西兰人呢 会很爱光脚出去走 很爱光脚 你说赤脚吗 赤脚 对 就不喜欢穿鞋吧 因为他们是在家里面呢 也是脱 进到房间也是会想脱鞋这样子 可是坐到外面也是啊 他们走到外面也是很爱脱鞋 对 然后上进课室呢 什么就是测脚这样子走进去 然后大家也不会介意 可是我看你们他用一个很压抑的眼光 是咩 你们是不是去纽西兰的 这不好像不一样了 因为南北岛的差别啦 这城市 我们南岛呢 就真的是很乡村啊 OK 然后可能大家冬天 男生很爱穿短裤耶 冬天 冬天穿短裤啊 对啊 他们很像可能皮比较厚还是什么 你说脸皮比较厚 不是 脚皮 脚皮很厚 对 OKOK好 那我们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大家会担心 你刚刚讲 这样听起来其实 新西兰它的性价比 就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如果啦 我现在讲说 我现在只有三千块马币 三千块马币 我可以在新西兰 就是可以用多久 好 换算去 呃 我是觉得可以用 你省着可以用一个月 对 三千块可以用一个月 生活费而已吗 就是住宿费跟生活费 可以用一个月 嗯 对的 因为住宿呢 我们难道也是相对便宜啦 嗯嗯 然后过后 食物你在超市买呢 原材料所有东西都会很便宜 牛奶啊 奶制品都会更便宜 这样子 肉类也不会太贵 所以说 省着用三千块 其实一个月 呃 住宿加食物加生活费 其实是可以的 嗯 agree agree 嗯 这么说 这里的avocado 一粒是七块钱 那里一粒一块钱 有时候一堆一块钱 哦 重点是 你们都是自己煮的吗 在家里面 还是比较常去煮 通常都会自己煮 还是会出去吃 嗯 我大部分都是自己煮啊 诶 因为外面吃真的是 人工费很高 对 因为食心高 所以他煮出来的食物呢 就可能贵个十倍这样子 哇我刚刚讲的是三千块 是我自己突然在讲 三千块一个月 应该可能还不够耶 所以你们觉得够 像其实如果我讲 省的话 其实可能 两千也够吗 两千就太夸张了 三千就是 三千刚刚好 苏食区 因为住宿呢 很像住宿可能要签 我们那边就可能 签五到两千了 一个月 所以加饮食的话 可能饮食就便宜 饮食你可以自己控制 对对对 但是住宿呢 大概都是这个价钱 看来那边也是吗 那里住宿可能会贵一点点 OK 租房就还好啦 就是跟朋友住 对对就还好 OKOK好来 好诶 那我们其实 我们有聊的就是 奖学金的部分 是不是很多可以申请的 应该不是说很多 但是可能相对于 UK啊这些地方 竞争没有这么大 OK 申请的人没有这么多 那是不是学校的排名 越高 学费就越贵 是的 应该是 你看这好哦 所以你那边肯定是贵过 我那里 一颗的话 差不多是五千六币 五千六币 五千六币 你一年 你大概一年的学费 一个SAM要四颗 一年就八颗 所以 差不多 多少 四十千 四十千 纽币 乘三就是 一百二十千 马币 对 那你的呢 我那边呢 一颗是三到四千 可能慢慢会涨价 就省了大概一千 所以我们一年 我的颗是一年大概三十千 左右 OK啊 原来是 是有分别 是纽币 不好意思 纽币在酸 乘三 就九十千 一年 一年 对 OK 所以 好啦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些资讯 同样也会在Telegram 发一发 我们整理过后 各大地区哪一个性价比比较好 你自己 就看着你们自己的那个budget去选 也是有的 要很贵也是有 要中价也是有 要很便宜也是有的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聊 如果毕业之后呢 在NZ 要找工作是很容易的吗 如果在NZ 要找工作是很容易的吗 是很容易的吗 找工作其实不难 而且尤其马来西亚人 我们选择的专业会相对 比较对市场的胃口 很像说 其实你只要是 资讯 还有 健康 或者说 Engineering 很多马来西亚人会选这种 这些就很容易找到工 而且接下来也可以再申请PR 就是 如果是从NZ回来之后 这样 在马来西亚找工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薪资待遇也会比别人高一点呢 就是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例子 我朋友说 真的假的 因为你 因为你被recruit的公司 通常会比较好 对 就是我们进大公司 会比较高 然后他有比较过 可能从本地毕业的 跟国外毕业的真的有差 因为可能有些公司 他比较不请 像 比如说 比如说 像 去BCG 像美国公司 可能他 他的 他比较不想请本地 他就不会 因为他们外国公司 可能他们有 就会看 懂 OK 那你有听过别人故事吗 还是什么 自己的 我还没有找工作 我还在读书 所以我是还没有听过这方面故事 OK 这边有个好消息 跟你说 那NZ这边呢 已经开放边界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将来呢 想要到NZ去读书留学的话呢 这边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就在8月27号跟28号呢 在Sunway Convention Center那边 有一场 The Star Education Fair 而且呢 里头有六间 来自NZ大学的代表 在那边跟所有朋友 解答任何的疑惑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赶快过去吧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呢 像是大家就聊了 这个NZ的 他的留学啊 就是一些点地等等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想要知道更多呢 两位学长姐 同样的也会 join我们的Telegram 这样子也跟大家 毫无保留 跟大家分享了 后半部分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记得点击一下链接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Telegram 里头也会跟大家 整理一些 如果你想要去NZ的 一些奖学金 最新的资讯 相关升学的资讯 费用等等 怎样申请 Visa等等 要怎样啊 申请过去到那边 有没有狗狗姐姐照顾我啊 我一个人过去 我会很害怕 不用讲有没有 学生会会长在这里 看到没有 认着他的脸 先print出来那张照片 去到那边 主播有没有看过他 他是照我的 这样子就好了 是不是 好啦 各位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忘记 不要忘记 记得在我们这个YouTube那边呢 按下这个Like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点个新 也在下面留个言 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Seline 还有我们的 Damian Damian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